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通水五周年活动 五号在福建泉州举行 五年来福建累计向金门供水2800多万吨 日均1.58万吨 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73% 2021年春季还助力金门乡亲战胜罕见汉情 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 这一重点工程对于两岸融合发展有何启示 时事平的员谢南为您深入解读 据台湾媒体四号报道 由岛内自媒体节目主持人 与美军印太司令部参谋长交流 台湾地区何时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并说美方的回应令人心酸 这反映了什么 面对美方多次拒绝其参与环太平洋军演 民进党当局为何仍沉醉在所谓 以美谋独的幻想中不能自拔 两岸时事平的员谢南谢志传 为您带来全面分析 据美国媒体消息 俄海军一艘775型大型坦克登陆舰 奥列涅格尔斯克矿工号四号 被乌方无人舰艇命中 军舰严重受损 不过俄国防部称撞击前 已经摧毁了乌方无人舰艇 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另外克里姆林公四号公布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联合声明 这一声明又对外传递了什么信息 时事评论员滕建群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克竹 在福州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通水五周年活动 今天在福建近江市举行 来自两岸的近百名专家学者 以及金门乡亲共聚一堂 回顾通水五周年 以及供水工程建设中的感人场景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通水五年来 累计向金门供水2800多万吨 日均1.58万吨 占金门县自来水日常供水总量的73% 金门鸣生用水对地下水的依赖 从68%降至14.3%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通水五周年活动开幕式上 首先进行了大鱼讲的数项仪式 接着便观看了通水五周年的汇报片 汇报片中一幕幕的感人场景 以及历时20多年的通水工程回顾 让现场的两岸嘉宾动容 23年过去了 现在看到五年的通水 感到很欣慰 这个是共筑烘焙 融合发展共筑烘焙 不是光看我们大陆是可以通的过去 必须两边都一起发力 要设调推进 要共同推进 原来看到的是一般朋友 现在变成乡亲 现在变成歌迷 大家交流当中 就搞到没有歌迫了 心情更浓厚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水虽然看起来它是一个战略性的物质 它不是一般的商品 所以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大陆愿意以同胞之爱 来提供金门这个廉价的水 我觉得这就是祖国之情同胞之爱 我是觉得我们金门的相亲 应该好好的有所体会 那台湾政府过去的这个一直言诞 也应该有检讨跟反省 因为我们金门缺水 所以都是长期就是抽取地下水 所以对于这个水资源的 这个部分的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陆方这边可以让我们这一个 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水质的供给 那我们希望可以长长求久 继续我们有更多的交流 在结束了上午的开幕式之后呢 金门的乡亲们也来到了 进京供水有限公司 以及泉州三美水库进行实地的参访 感受清水一步步流向金门的轨迹 详细的了解了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的实际情况 大家到三美水库以后 我很惊讶 第一个水库的面积很宽广 那水周遭附近环境整理得也很好 为了确保供水的这个水质 做到这样面面巨大 让我真的也很敬佩 在福建进京供水有限公司参访现场 总经理洪嘉兴仔细地向金门乡亲 介绍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 他表示通水以来 公司严格落实科学调度保质保量 安全生产优质服务要求 将水资源稳定安全优惠的输向金门 随着我们金门的一个用水气球 双方的一个努力 业绩化 周调整 日供应的一个供水制制 特别是前两年 就是我们2020年跟2021年 我们金门遭遇大汗 包括岛内 台湾岛内就有很多的切水 那我们金门方因为有我们大陆 有我们这边水过去 所以他用水无忧 随着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 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两岸以水为美广泛的 开展行业交流民众的来往 同水以来 共累计接待台胞20余批市 1000多人士 进一步的增进了两岸一家亲 供应一江水的深厚情谊 东南卫视记者近江报道 金门县位于福建南部海域 水资源匮乏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 为金门名声需求 建设发展解了燃美之极 免除了后顾之忧 金门位于福建省南部海域 与近江隔水相望 最近处仅相距5.6海里 受亚热带气候影响 金门暖热少雨 水资源极度匮乏 当地居民长期仰赖地下水 但过度抽取地下水 又造成海水渗透 土壤严碱化问题日益加剧 随着金门经济建设和旅游观光开放 当地用水量更使逐年增长 工需矛盾更加突出 长期缺水导致金门人口产业严重外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大陆就提议自福建饮水至金门 但由于台当局狭隘的对抗思维 两岸通水迟迟未有进展 一直到2013年 两岸两会达成了推动金门 自大陆饮水的共识 2015年福建与金门正式签署供水项目合同 根据规划 福建向金门地区供水水源 来自泉州市晋江流域 在围头入海点 经海底管道输送至金门 同年10月 工程在福建晋江正式开工 2016年由金门施工方 负责的海底管道也开始施工 2018年8月5号抽取自福建晋江龙湖的原水 经过20多公里的输水线路 不到一分钟就流入金门填补水库旁的输水池 金门百姓终于用上了大陆水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 设计日供水量3.4万立方米 工程管线总长27.93千米 其中陆地段11.68千米 海底段16.05千米 金门上岸段0.20千米 工程总投资3.88亿元 2018年8月5号正式通水 让两岸一家亲 共饮一江水的愿景成为现实 2021年春天 台湾地区遭遇几十年来 最严峻的缺水问题 金门也同样面临汉情 大陆又进一步加大供水量 金门乡亲的生活用水 得到充分保障 是非常缺水的一个地区 自从供水以来 我们金门陷得下去很开心 供水无主 这一次如果那个不是 进江的供水 金门早就干案了 金门缺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成为两岸应通进通的典范 今年2月20号 国家150项重大水力工程之一的 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 在福建省晋江市开工建设 总工期41个月 建成后将为进江金门等地 构建双水源双线路 多调节的供水保障体系 大幅提升福建向金门供水的 水源保障水平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亲 可以互利共存 那可以互相帮忙 就像通水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谢南先生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 为金门民生需求 建设发展解了燃眉之急 请问金门供水 对两岸融合发展 有怎样的歧视 那么在我看来 像金门供水 其实对于两岸融合发展而言 一个非常重要的歧视 就是需要我们牢牢地 扭住民生福祉 这个最关键的点 那么我相信 为什么像金门供水 可以引发这么广泛的社会效应 为什么会在金门地区 获得一片的赞誉 很重要一点就是 这一项措施 可以说是击中了金门民众的痛点 苦民之所想 及民众之所及 那么我们知道 金门地区因为长期缺水 经济民生发展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这种限制 而像金门地区供水 可以说是有效的缓解了 金门经济民生发展的 最大的一个困境 使得金门地区的经济民生 获得一个藏足的进步 所以我们会发现 它有非常广阔的这种社会效应 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金门地区成为了 整个台湾社会内部 呼吁两岸和平互动 呼吁两岸深化融合发展 呼声最强烈的一个地区 并且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能反观 为什么民进党当局 在台湾社会内部 钳制或者说 限制两岸融合发展 是不得民心的 因为今天的民进党当局 始终是以台独意识形态 来处理两岸关系 根本没有顾及到台湾民众的 民生福祉的问题 所以引发了 越来越强烈的反弹 另外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也启示我们 未来的两岸融合发展 应该要继续扭住民生福祉 这个关键性的议题 继续推动两岸基础设施的 互通和联通 比如说我们未来 应该积极探索 向台湾的离岛地区 就是包括金门的地区 继续的供电供气 能够使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 获得更大的注意 同时也为更多的台湾同胞 赴中国大陆发展 提供更多的同等待遇 这样的话 我相信两岸融合发展 就会走得更顺 同时未来的两岸关系的发展 也会获得更加坚实的 民心民意基础 好的 谢谢谢南先生 新党成立于1993年8月10日 在新党成立将满30年之际 4号新党发出的新闻稿强调 新党虽然历经忧患于考验 但始至不屈 始终坚持清廉制衡 公益均富 族群和谐 国家统一的不变立场 为台澎金马地区和全球华人世界 树立起鲜活公正联名的政党主张 也对施政的台独野心家 和贪墨腐朽的民进党当局 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在新闻稿中 新党主席吴承典表示 30年来 新党始终秉持两岸交流 和平统一的理念 成为中国人促进统一力量的 倡议者与践行者 新党无畏横溺 也不惧全谋 始终为和平统一代言 并立抗台独分裂势力的利诱与威胁 吴承典认为 新党站在整体中国人的立场 争取台澎金马与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 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从台湾的角度发声 坚持民权自由 民生均富 民族尊严 中国统一 新党一直主张 要让台澎金马的民众 同享两岸和平发展 共同富裕的果实 并且积极参与中华大地的各项建设任务 为台湾民众带来新生的契机 与成长的动力 吴承典强调 新党拒绝国际霸权的遗址气使 也抵制殖民主义的欺凌威慑 新党坚持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积极主张保卫台海和平 全心全意 巨翅战争前客的私利与野心 新党坚持 一定要让所有台湾人 免于战火的荼毒与威胁 吴承典相信 世道人心 毕竟是积极进取 奋发向上的 借助社会公益力量的支持 与中华文化传承 所累积的智慧 新党一定能够突破层层的政治打压 超越一重又一重的现实障碍 在台湾宝岛传递 炎黄子孙一脉相承 永世不绝的香火 也为和平统一的力量 带来希望的明天 吴承典表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新党虽然不大 但已成立了三十年之久 新火相传 齐命为新 新党坚持理念 艰苦卓绝 但屹立不摇 期待今后 有更多的心血加入 为清廉制衡 和平统一的理念与实践 带来持续不绝的希望火种 并且为中华民族开拓新局 8月4号 两岸圆桌论坛协会 在位于台北的台大校友会馆 举行论坛 讨论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以及中美关系的互动与影响 论坛主持人 为两岸圆桌论坛协会执行长 台湾一所大学副校长李良坚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汤绍成 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 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丁仁芳 两岸圆桌论坛协会理事长张显耀 台监察机构前官员 叶耀鹏等人受邀参加 在两岸圆桌论坛上 台监察机构前官员 叶耀鹏指出 美国主张台海现状不能变动 但是大陆没有花一兵一卒 现状已经改变 因此现状是现在进行式 随时在改变 而两岸现状变动 当然首当其冲是台湾 叶耀鹏说 台湾大多接受西方讯息 所有变化都是根据美国消息来 台湾人已经被蒙蔽 他提醒台湾民众 世界已经在变动 台湾地区已经变成被利用的决策 现在被美国利用来牵制中国大陆 针对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 在论坛上表示 明年选举结束后 如果没有九二共识 就百分之百没有两岸对话 他指出 虽然2024选举的三组参选人 选前去美国 日本都不敢去中国大陆 但是选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两岸问题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汤绍成则表示 从美国角度来看 在台湾地区2024选举中 美国想要一个所谓 想排毒 但又可控的人选 当美国想放狗咬人时就放 然后又能收回 可是这次选举会不会达到美国这个目的 还很难说 对于台湾问题 国防部长李尚福 此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指出 世人看得都很清楚 民进党当局斜扬谋独 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干涉中国内政 才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也是改变台海现状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6月14号 也就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窜台 与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各参选人会面的相关情况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 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 我们相信两岸同胞 有充分的智慧和能力 解决好我们自己的问题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4号报道 民进党当局对于两年一度的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曾多次表达参与意愿 但是至今仍然被排除在外 就有岛内的自媒体节目主持人表示 他和美军印太司令部直接交流时 曾当面询问相关人士 但是得到的答案令人心酸 据台湾媒体报道 岛内自媒体节目主持人敏迪 此前获邀访美是岛内唯一的受邀者 行程包括总部设在夏威夷的 美军印太司令部 他表示 期间与美军印太司令部参谋长交流时 问到台湾地区 何时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问题 对此印太司令部参谋长回应称 台湾地区现在最重要的是训练 应该要把时间放在训练上 而不是把时间花在那些闪亮的大型军演 此外敏迪称 他也问过一位美国智慧人士相同的问题 对方则认为 如果今天美国答应台湾地区 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那么形同美国向其他军演参与方承认 台湾地区是所谓国家 这可能会让其他国家和地区觉得为难 并且可能因为担心触怒中国大陆 而退出军演 最后就会只剩美国与台湾地区自己玩 在环太平洋军演这一块 虽然我这次得到的答案有点令人心酸 对此有岛内网民表示 美国老自使就是把台湾当棋子 当作自带口粮的看门狗 你到现在才感到心酸 真的够悲哀 还有人称 环太军演当然永远没台湾的份 而苏贞昌更是荒谬悲哀说 拿扫帚打仗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我们首先请教台北的谢志传先生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民进党当局仍然被排除在外 美军印太司令部参谋长回应此事实称 台湾地区不应该将时间花在演习上 最重要的是加紧训练 那么您认为 美军印太司令部参谋长的此番回应 说明了什么 这个亚太司令参谋长 说台湾不应该执着于参加于 大型的军事演练 而是应该加强训练 我们从过去的几个汉光演习 就可以看得出来 几乎年年的汉光演习都出事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台湾的部队训练不够扎实 况且这一次汉光39号的演练 由美方人士在场打分数 他们对于台军的表现 我相信这份报告 很多美国的高级将领 应该都看到了 这一次说是最接近实战的一次 但是问题是 同样接近实战 一定曝露出很多的缺点 否则 美太平洋司令的参谋长 不会讲这样的话 就是要台军严格的训练 而不是想要参加所谓的环太平洋演习 但是同时他也曝露出几个关键的因素 第一 这已经表示了美方绝对不会参与台海有事 因为他要求你自己训练 言下之意就是你必须靠自己 第二个 不想让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 就是不想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 因为这样就踩到了大陆的底线 所以民进党当局的呼吁 一切都是空谈 美国人他们知道底线在哪里 他们绝对不会放任台湾的这些 绿云政客的炒作 而让台湾去参加这么重大的一个演练 因为这个线一踩下去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说现在美国人跟你讲的讯息就是 你只有加强自己的训练 因为你买了很多的武器装备 你要的是训练 而不是老是在什么汉光演习的时候出事 看得出来啊 美国对于台军演习变演戏 也觉得太荒唐了 我们再来请教谢南先生 美国环太军演没有邀请台湾地区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执意的一厢情愿 沉醉在所谓的以美谋独的 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呢 甚至不惜将台湾地区变成火药桶 那么我相信这一次民进党当局 没有获得相应的邀请 可以是对他的所谓的清美谋独的路线的 再一次狠狠的讽刺 甚至是打了他们的又一次耳光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注意到 即便是民进党当局在这个问题上 频遭外界的打击 甚至是频遭狠狠的耳光 但是仍然不改 那么我觉得其中的关键 恐怕是由民进党自身的台独政党的底色 以及他的渐进式台独路线所决定的 就是因为民进党当局 不肯调整自己的台独档杆 就是不肯调整他的渐进式台独路线 因此他会在台独路上越走越远 而且他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必然会遭到我们强力的反制的 因此他必须要报警 境外干涉力量的大腿 哪怕境外干涉势力 其实更多的是要利用台湾 更多的是要榨干台湾民众的明指明膏 民进党当局也在所不惜 而近期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不断的深化 其实台湾地区越来越成为 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一枚棋子 美国已经有所谓的以台制华 上升到所谓的毁台制华 台湾确确确实实有被民进党当局 脱落到战争险地这样的巨大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会发现民进党当局 完全是因为要努力的维护自己的 一党一己自私 才将台湾推到了如此危险的境地 因此不得不讲 明年的大选对于台湾而言 确确实实实是一场所谓的 和平与战争的关键的选择 我相信这种新闻的 一而再再而散的曝光 应该会使台湾社会 越来越多的理性的民众站出来 勇敢地向民进党当局说不 使得台湾能够获得 真真正正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好的 谢谢谢南先生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青年族群被视为左右战局的关键 侯友宜 赖清德 柯文哲 作为参选人都积极拉拢青年 三个人5号下午出席了 未来城市青年进行市 2023青年影响力展览舆论坛 虽然并未同台 但是隔空较劲的意味明显 当天 侯友宜参与创业论坛 柯文哲及赖清德 出席另一场青年影响力论坛 根据活动规划 侯友宜 赖清德 柯文哲 各有30分钟发表演讲 侯友宜演讲中 着重两岸和平 对青年未来的重要性 赖清德聚焦创新繁荣 柯文哲则着目产业发展 低薪高房价 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安定 不是要选择战争 安定和平是要有实力的 安定是要我们大家要有凝聚力量 所以这30年的改变的过程当中 这些都是我们新的挑战 在这个新的挑战里面 我们的新年的朋友 还是我们的机会跟希望 选举还是一时的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还是比较长久 所以更何况 人家主办单位就排着 我们两个坐在旁边 那给我们尊重主办单位的安排 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见 在当天早些时候 侯友宜与柯文哲 共同出席台湾文化协会 成立百年纪念纪录片发表会 双方互动也备受关注 其中蓝白河的议题再次被提及 我们今天不是两个坐在一起吗 两个位置合在一起 坐在一起 我们都一起面对 在双北共同努力的精神 为我们的民众来打拼 而在此前一天 柯文哲谈及蓝白河市直言 如果民调差很多 选民最后会替我们决定 为了拼2024选举 侯友宜近日勤走基层 我号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陪同侯友宜到桃源市的 中立词汇堂上香祈福 中立词汇堂董事长陈灿红 在2020大选时 替蔡英文成立所谓 台湾词汇堂挺小英后援会 因此侯友宜此次败会 也被台美认为是 拔装意图明显 是实在在卡拉身边 你是真真诚人的 能够我们分头在地 大小的孩子 能够去台湾 打拼 我相信你有这个冠心 所以希望我们 大家能够平安随心 在一起 大家能够过一个好生活 他来到一天 在这个地方 继续快乐平安 此外 侯友宜近日推出 安心租 拼设宅 职炒座 挺青年 优先住等五大住宅政策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也不甘示弱 他在3号出席动土典礼表示 要扩大年轻人住屋需求 如果他有机会上台 任内会增加社会住宅 租金补贴总户数 目标是100万户 25加25加50等于100万户 那为什么要有100万户的这个数据 这个目标呢 主要是目前租屋的住户需求 80几万户 但这番话遭到外界质疑 认为赖清德在台南市长任内 没盖过社会住宅 难道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是吹牛比赛吗 如今 依赖论在台湾甚嚣尘上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指出 依赖论不止在台湾有 在国际两岸都在发酵 其实大家都很担忧 因为大家都知道 赖清德是所谓的台独精孙 他是可以双手挤着台独万岁 口中喊着台独的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台独对他来讲叫做他的DNA 如果两岸要走向冲突 走向战争 我想这是所有国际人士 不愿意见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依赖论不是只有在台湾 在国际 在两岸 在世界都在发酵 我们继续请教谢志传先生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4号批赖清德是台独精孙 朱立伦还说 依赖论不是只有在台湾 在国际两岸都在发酵 对此您怎么看 依赖论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现在甚至在街头访问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说当年被他们骗了 因为他要他们的孩子上战场 他们都知道 赖清德主张台独两岸是会打仗的 所以大家对于赖清德讲什么话 他们都是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至于国际上当然指的是美国 尤其是赖清德在宜兰参加一场 不公开的座谈会的时候 公然讲出当台湾地区领导人 走进白宫的时候 那么政治目标急于完成 这句话引起了美国相当大的反弹 赖清德本人却很吃惊 这代表赖清德在国际政治上面 几乎毫无常识可言 可以说他们是用井底之蛙的眼光 来对待自己的选举语言 他们不晓得他在台湾的一言一行 美国在台协会是盯着眼睛在看的 这件事情引发了美国国务院的严重关切 因为你已经踩到了底线 大家对于赖清德讲的话 没有人会相信他 尤其是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他说承认的九二共识 就等于是把台湾送给了大陆 其实他这个都是选举语言 但是也是充分反映出他内心的想法 所以赖清德遭到各方的质疑 毋庸置疑 因为他心心所念的就是不忘记台独这条路 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巩固基本盘 当然这也会引起台湾很多的选民 对他的质疑 尤其是当街头访问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民众说 选择哪一位候选人会造成两岸打仗 大多数以上打的都是赖清德 可以显现出赖清德已经不受 多数的台湾民众的青睐 他的路线大概就到此为止 好的 谢谢谢志传先生 4号台湾资深媒体人张有华 在台南市马公庙举办 庙口开奖活动中爆料 蔡英文论文门事件背后的主导者 就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消息引发了外界关注 论文门事件发动者那是谁 各位猜猜看 我告诉你 不是彭文正 赖清德 赖清德 张有华表示 当时在彭文正等人挖论文门时 彭文正到赖清德家里向赖清德报告 而又恰逢当年赖清德与蔡英文 在征民进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的位置 张有华强调 自己之所以选择报公此事 是觉得赖清德的做法令人不迟 身为一个参选人 可不可以有那么严重的道德瑕疵 不可以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你发动学 学伦门就是论文门事件去攻击蔡英文 是赖清德做得太LOW了 太LOW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蔡英文论文门最新进展 旅美学者林环强5号在脸书上发文称 英国法院已公开蔡英文论文门的最新判决 英国高等行政法院8月4号正式公开6月21号做出 退回一审行政法院换法官更审的裁决文 林环强还提到 他4号也正好递交一份补申诉给英国一审行政法院 针对蔡英文论文门一系列无可辩驳的铁证 进一步做系统性的全盘铺陈 基于英国行政法院的法律规定 有关细节不便公开 消息一出引发了岛内各界热议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赖清德是在演谍中谍吗 果然民进党都是演员 诈骗党下台 可笑骗子还是骗子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李孔志先生 有评论认为 赖清德故意针对蔡英文的论文门进行操作 您对此怎么看 从这个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内容 到底存在与否 真实与否来看 这几天有政治评论员的爆料是说 这个事情根本就是赖清德在背后操作的 那么我们不管 姑且不论对或不对 但是就这件事情的内容来看 其实现在目前他的论文已经被列为机密 封存 那么但是下一任的台湾领导人是有资格解密的 也就是说下一任的台湾领导人 有权力可以很快把蔡英文的论文真伪过程 公诸于世 那我想在蔡英文的立场上面 他当然要保护自己有生之年的荣誉 所以他会尽力某种程度上面 妥协跟赖清德的合作 可是就赖清德角度而言 那么这个论文也是他可能可以翻身的机会 目前来看赖清德的民调始终没办法提高 那么在一个程度上面 30几的这样一个程度上面始终维持 那开始也出现看到疲态了 就是赖清德的支持度好像有一些会松下松懈下来 那我想赖清德会借这个机会 用某种程度释出他对这个蔡英文论文的 这个事件的不满 那争取比较中性的选民的认同 虽然在过去这些年来 赖清德甚至担任台湾的行政部门负责人的时候 他都从来不对这件事情表达看法 甚至某种程度还表达好像是支持蔡英文 但是这个时候为了选举 你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似乎想去测风向 试试水温 看看民意的反应 到底台湾民众对于蔡英文论文的观感如何 如果这一个事情是可以操作的 是对他有帮助的 那我想接下来赖清德阵营 可能会逐步的去放一些消息 让大家去关注 回到这个蔡英文的论文事件上面 这时候赖清德的角色 如果比较偏向中性中立一点的话 就可以帮助他在政治的形象上面加分 在民意度上面加分 所以我认为 现在赖清德逐渐地看起来 有这种操作的迹象 绝对是为他自己选举的关系 菜籃新节似乎也成了赖清德的助选工具 谢谢李孔志先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您新来的好无推荐官暖衣 这夏天怎么补 西洋生就是一位很适合的滋补佳品 西洋生大补元气 补而不造 补气养因 轻火除烦 养胃 生经止渴 提高食欲 平时有心慌 心境 肠胃功能不好的 就嚼上两片 慢慢地改善 还有提高思维 改善记忆 抗缺氧 抗休克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大家看我气色多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精选五年的森林西洋生 只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高达两倍以上 总造干含量更多 用来含服泡水泡酒炖汤都可以 这款纯西洋生片一贯的市场参考价是198元 本档买六罐送两罐 平均每罐仅29元 多买多送 厂家赶承诺 买贵赔差价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西洋生 养阴不自腻 补气不伤阴 就是补气身经气虚热 特别适合 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 长期滋补 平时有咳嗽谈多的 体虚火旺的三高人群体 失眠问题的 都可以服用西洋生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大家看我气色多好 夏季滋补西洋生少不了 用来含服 泡水 泡酒 炖汤 都可以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精选五颜生灵西洋生 只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达两倍以上 总道干含量更多 这款纯西洋生片 一贯的市场参考价是198元 本档买六贯 送两贯 平均每贯仅29元 多买多送 厂家敢承诺 买贵 赔差价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 一起团 一周一返 当思来处不易 妈妈我有 成品让人感觉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细菌满虫的影响 新避浪 抗菌除满喜业 新乳纤维 根源洁净 抢面去除满虫和细菌 还有三江凝珠新上市 避浪 根源洁净 抗菌除满 孩子出去玩 难免粘到细菌 还好有舒服家 洗手液 一均保护高达99.9% 更有新装沐浴路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护全家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当地时间8月4号 乌克兰媒体报道称 乌克兰安全局和乌克兰海军 在俄罗斯黑海沿岸的海军基地 新罗西斯克港 利用无人舰艇发起袭击行动 造成俄罗斯一艘大型登陆舰严重损坏 以无法执行战斗任务 不过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 两艘乌克兰无人艇 被在外围巡逻警戒的俄军舰艇发现并摧毁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国际社交媒体4号流传一段视频 视频显示 一艘无人舰艇正在黑夜中 冲向前方一艘大型军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当天一艘装载450公斤炸药的 乌方无人艇 袭击了俄罗斯军舰奥利涅格尔斯克矿工号 当时俄方舰艇上约有100名俄罗斯军人 该舰艇遭受严重破坏 无法执行作战任务 该媒体并报道 针对这起事件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 安德烈尤索夫回应称 这次袭击对克里姆林宫来说 是一记响亮耳光 这对俄舰队来说 当然是一个严重损失 不过尤索夫并没有直接证实 是乌克兰实施了此次袭击 另一方面乌克兰南部作战司令部发言人 纳塔利亚·胡美纽克则表示 此次事件代表俄军其中一个作战单位 即一艘大型登陆舰被摧毁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4号已听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 瓦里希·马柳克 关于该部门在新罗西斯克的特别行动 以及俄罗斯大型登陆舰受损情况的报告 我今天有个报告 不过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否认相关说法 俄国防部称当天凌晨 两艘乌克兰无人艇试图袭击 俄黑海舰队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 被在外围巡逻警戒的俄军舰艇 发现并摧毁 当地官员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俄国防部还通报称 当天凌晨乌克兰方面试图使用13架无人机 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设施发动袭击 但遭到挫败 10架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摧毁 另外3架被俄电子战手段压制 未造成伤亡及损失 另据报道 当地时间8月4号 克里姆林宫公布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非洲国家领导人 在圣彼得堡会谈后的联合声明 参与会谈的各国领导人指出 会谈在人道主义建设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并一致认为 人道主义努力将取得后续成果 声明呼吁 采取具体措施 消除俄罗斯粮食和化肥的出口障碍 这将使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得以恢复全面实施 各国领导人还同意 继续就非洲版和平倡议进行对话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与非洲的对话会继续进行 但是尚未确定 古京总统和非洲国家领导人 下一次会晤的日期 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就此话题 连线时事评论员腾建群先生 大家好 我是您新来的 好无推荐官暖衣 这夏天怎么补 西洋生就是一位很适合的滋补家品 西洋生大补元气 补而不造 补气养婴 轻火除烦 养胃 生经止渴 提高食欲 平时有心慌 心境 肠胃功能不好的 就嚼上两片慢慢地改善 还有提高思维 改善记忆 抗缺氧 抗休克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大家看我气色多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精选五年的森林西洋生 支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高达两倍以上 总造干含量更多 用来含服 泡水 泡酒 炖汤都可以 这款纯西洋生片一贯的市场参考价是198元 本档买6罐送2罐 平均每罐仅29元 多买多送 厂家敢承诺 买贵赔差价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西洋生 养阴不自腻 补气不伤阴 就是补气身经气虚热 特别适合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 长期滋补 平时有咳嗽痰多的 体虚火旺的三高人群体 失眠问题的都可以服用西洋生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大家看我气色多好 夏季滋补西洋生少不了 用来含服 泡水 泡酒 炖汤都可以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精选五颜生灵西洋生 直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耗发率达两倍以上 总造杆含量更多 这款纯西洋生片 一贯的市场参考价是198元 本档买6贯送2贯 平均每贯仅29元 多买多送 厂家敢承诺 买贵赔差价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就俄海军舰艇预袭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北京的腾剑群先生 据美国媒体消息 俄海军一艘775型大型坦克登陆舰 奥列涅格尔斯克矿工号 被乌方无人舰艇命中 这艘军舰严重受损 不过俄方的信息明显不同 双方各说各话 您觉得哪些信息是比较确定的呢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 他事发以后呢 他的态度呢 非常的暧昧 认为并没有造成损害 也没有造成舰艇的沉没 那么在无人艇撞上俄罗斯的军舰之前呢 俄罗斯就打爆了来袭的无人艇 但是从乌克兰方面 发出的相关视频来看的话 其实在无人艇接近登陆舰的瞬间呢 无人艇发生了爆炸 应该可以说 对于俄罗斯军舰是有一定的毁伤 这个破坏程度的 但是现在俄罗斯一直采取这样一种 暧昧的姿态 其实在之前呢 不管是它的大型的巡洋舰 还是护卫舰被击沉 或者是呢 遭到巡爆在内的这样一些这个损害 那么俄罗斯方面或者是保持什么 或者是予以否认 主要还是因为面对这么大的损失呢 它要降低这种附带的效应 就是降低震荡 同样的也降低乌克兰 对它打击能力的这种这个传播 所以从双方的做法来说的话 这体现出俄罗斯和乌克兰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的无人艇 争夺的这个战法呢 也在发生变化 其实在之前7月17号 我们看到乌克兰派出了至少两艘无人艇 攻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使大桥两个桥墩呢 受损 那么之后 俄罗斯呢 对于在黑海的相关港口 比方说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 进行了一系列报复性的打击 同时还中止了 黑海农产品粮食外运协议 所以从俄罗斯来说的话 不管是他承认不承认 也是证明呢 乌克兰已经有能力 不单单是对于克里米亚 包括塞瓦斯特波港 包括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进行无人艇的攻击 同样呢 对这个相关 这个其他的港口 特别是像新罗西斯克 这种这个重要的港口 进行突袭呢 也是那个现在可以达到 会完成的目标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在黑海方向呢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围绕的无人艇的这种 相互缠斗呢 应该说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就是说乌克兰的 更广泛的利用无人艇 对于一些重要的港口 重要的目标呢 进行打击 已经成了当下 勿军打击俄罗斯 与相关目标的首选 好的 谢谢腾建群先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话题继续 大家好 我是您新来的 好无推荐官暖衣 这夏天怎么补 西洋生就是一位 很适合的滋补家品 西洋生大补元气 补而不造 补气养婴 轻火除烦 养胃生津止渴 提高食欲 平时有心慌 心境 肠胃功能不好的 就嚼上两片 慢慢地改善 还有提高思维 改善记忆 抗缺氧 抗休克 我自己也在不用西洋生 大家看我气色多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纯西洋生片 精选五年的森林西洋生 只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高达两倍以上 总造干含量更多 用来含服 泡水 泡酒 炖汤都可以 这款纯西洋生片一罐的市场参考价是198元 本档买6罐送2罐 平均每罐仅29元 多买多送 厂家赶承诺 买贵赔差价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西洋生 养阴不自腻 补气不伤音 就是补气身经气虚热 特别适合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长期滋补 平时有咳嗽痰多的 体虚火旺的三高人群体 失眠问题的都可以服用西洋生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大家看我气色多好 夏季滋补西洋生少不了 用来含服泡水泡酒炖汤都可以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精选五颜生灵西洋生 直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达两倍以上 总造干含量更多 这款纯西洋生片 一罐的市场参考价是198元 本档买6罐送2罐 平均每罐仅29元 多买多送 厂家赶承诺买贵赔差价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唐建群先生 4号俄罗斯公布了普京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联合声明 您认为这一声明对外传递了什么信息 这个声明的主要议题还是人道主义的考虑 因为由于俄欧冲突 包括俄罗斯向非洲出口粮食 出口农作物 出口能源方面的渠道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不畅 特别是在黑海港口粮食外运协议 被终止以后 非洲面临着粮食短缺的这样一个困难的境地 所以从俄罗斯和非洲有关国家达成的联合声明来说的话 重点还是关注非洲的人道主义问题 那么其实俄罗斯它考虑得非常清楚 也希望非洲能够站在俄罗斯这边 毕竟俄罗斯手里的粮食是非洲的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资源 我们还记得去年7月 俄罗斯乌克兰在土耳其和联合国民主党的斡旋下 达成了港口粮食外运协议之后 那么当时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到访了埃及 所以受到了非洲国家的热烈欢迎 那么在之前 其实美国是给这些国家通气已经通报了相关情况 就是告诉这些国家不要跟拉夫罗夫握手 不要跟拉夫罗夫一块照相 但是事实证明 这些国家还是积极地跟俄罗斯外长发生了互动 所以因为俄罗斯手里的资源比较丰富 特别对于粮食的需求 使非洲面临的一个迫切的要求 所以在张铁形下的话 俄罗斯非常明显 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非洲国家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不光是把粮食作为一种武器来拉拢非洲国家 同样也希望非洲国家在解决俄欧冲突整个一个过程当中发挥调节作用 六分的时候我们看到包括南非等几个国家 还专门派出特别代表到乌克兰 到俄罗斯到欧洲的几个国家进行调节 这说明非洲也愿意尽早结束这场冲突 不光是为了欧洲 为了俄罗斯 为了乌克兰的利好 同样也是为了非洲能够顺利地接收到 包括乌克兰 包括俄罗斯出口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所以这次联合声明 联合宣言的发表 应该说是非洲国家和俄罗斯共同需要的必然结果 好的 谢谢滕建群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5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